破防了呀 这五个竟然不能合体 自从介绍了钢铁飞龙4的恋人任务 和几分任务以后 每天被各种催更 这不就来了吗 但是当我把单体全部把玩以后才发现 原来这个经典版本 它只能单体变形 不能合体 这 所以呢 我又买了合体版本 来吧兄弟们 长按点赞 帮我回回血吧 那么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一鼓作气 先把经典版本给看完 同时兄弟们别忘了 点赞催更呀 依然是开装式的包装 背面是它的两个形态 打开 整体的说一下 这次的品控是真的不错 材质方面相比于去年的变形联盟 有了很大的提升 你看 和别的模型对比一下 感觉是儿童玩具的天花板了 而且呢 我还想再提一下这里的涂装 看着像是灰色成型色 其实是有一层漆面的 良心呀 破甲刃网 整体身形壮硕了不少 而且浑身棱角分明 好像这个系列都是这种基调 给人一种尖利感 背部的披风和疾风刃网是一样的 武器是一把斧头 变形的方法 背夹取下来 背部打开 头部收纳起来 之后把这里打开 手部收起来 手臂转动 往上翻折 和肩甲结合在一起 后面的盖板翻过来 踏上 把腿部前侧盖板翻折 脚掌翻折 腿部转动 从膝关节这里 往上翻折 结合上 裙夹卡上 武器的斧柄翻折 装在背后 这里翻出来 背包两侧往中间翻折 卡住 透明件装上 变成把柄 从这里装上 后面卡上 OK了 变成了破颜盘孤斧 这变形让我想起了SD三国传中 点尾变成的斧头 是啊 ek 位置 阳 在krym店 明 AWS 等 使务